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故事 TikTok准备在美国进行法律斗争 已经成功地利用法院挫败了几项禁令 从汽车工人工会化的胜利 到BBC主持人的辞职 再到意大利足球传奇人物的新任命 这些新闻不仅展示了不同领域的变化和挑战 还反映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趋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ikTok准备在美国进行法律斗争 已经成功地利用法院挫败了几项禁令 金融时报TikTok称准备 与美国立法进行长期的法律斗争 该立法威胁说 如果英国拥有者为元祖跳动 拒绝出售病毒式视频天台 该立法将在其最大的市场禁止该应用程式 美国众议院周六通过了 一篮子国家安全法案 其中包括一项立法 如果中国母公司为元祖跳动 不剥离该应用程式将倒在该国被禁止 TikTok在美国的公共政策 负责人迈克尔·贝克曼·美国·拜克曼回应程 如果该法案成为法律 该公司将向法院提出法律挑战 这项立法明显侵犯了TikTok的一 其美国使用者的第一修正安全力 他在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中说 我们会继续战斗 该法案与乌克兰和以色列的资金 一起打包并送交美国参议院 预计参议院将在本周通过该措施 然后由乔·拜登总统签署 但是这个漫长过程的开始 而不是结束 贝克曼告诉TikTok员工该小组将于周三 就美国局势为工作人员举行施政天 类人组跳动已经成功地利用美国法院 挫败了美国的几项禁令 去年一名联邦法官阻止蒙大拿州 在生效之前禁止该州设备上的应用程式 法官表示该禁令可能侵犯了 第一修正案的言问自由权 在2020年离任之前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 试图在一项行政命令中禁止该应用程式 该行政命令还试图强制 出售TikTok法院阻止了他的实施 乔拜登总统在上任后放弃了法律斗争 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中 从汽车行业到媒体界 再到个人悲欢 我们见证了语言串的变化和挑战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改变的力量 也凸显了人们在面对困难时的任性和决心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来自 Yahoo US的报道 讲述了美国汽车工人领和会 Yahoo W在田纳西州查特诺加的大众汽车VW工厂 赢得工会投票的胜利 这一胜利不仅是对该工厂工人的一大胜利 也被视为美国汽车行业工会华王朝中的第一个多米罗 Yahoo W主席Shan Finn表示 这一胜利证明了工会化是可能的 并预示住进一步的胜利 接下来他们将目光转向阿瓦巴马州万斯的梅赛德斯工厂 奈利的5000名工人将于5月13日至17日进行工会化投票 尽管梅赛德斯对工会的立场比大众更为强硬 但Fan对于赢得胜利仍然充满信心 另一方面 在媒体界BBC的主持人后Edward经历一起色情仇而辞职 这一事件由Australian Broad Testing Corporation报道 Edward健康原因辞职 此前他因为支付35瓶零瓶瓶的一名年轻男子 以换取其发送的明确图像而未能上班 所以1984年加入BBC以来 Edward一直是该公司旗舰新闻节目的主持人 这期丑闻首次由太阳报披露 太阳报披露谈谈报道 后来被一名代表年轻男子的律师称为废话 在个人生活的挑战中 来自Yahoo US的报道提到 著名演员Warwood Davis在其妻子Samantha Davis的事后 将暂时离开社交媒体 Warwood Davis 因其在《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战》系列中的角色而闻名 她的孩子们Enable和Harrison在她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文 感谢粉丝的支持 并表示他们的父亲需要一段时间远离社交媒体Samantha Davis 于3月24日去世享年53岁 这些故事虽然各不相同 但都展示了人们在面对变化和挑战时的坚韧和勇气 无论是在劳工运动争取权益 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面对悲伤和丑闻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在困难面前 人们的决心和任性可以引领他们走向更迷的未来 在全球政治与经济的大气盘上 中国无疑是一个掩人触目的棋子 其影响力横跨各个领域 从汽车市场的竞争 到国际间的间谍活动 在让美国会对中国政策的制定 这些事件不仅揭示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 还反映了世界各国如何应对这一崛起的超级大国 首先 来自美体一时的报道 揭示了中国电动车市场的激烈竞争 特斯拉和中国电动车初创公司 理想汽车宣布了新的折扣政策 以应对市场上的竞争压力 特斯拉对其在中国大陆销售的四款车型进行了降价 其中马路3降价6% 马路5%降价5% 理想汽车则对其一款豪华电动车型降价30 零元 云零币 三款拆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降价18 零元 云零币 这些降价措施反映了特斯拉全球销量的下滑 以及向爱拓等新型品牌对大型竞争对手的压力 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德国务本梅奥报道了英国警方指负两名男子 被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这两名男子分辨年龄32岁和29岁 被控违反官方秘密法 向中国提供有损英国利益的信息 其中一人据报曾在英国国会为一名保守党议员 当日研究员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否认了这些指控 称他们完全是捏造的 此前英国政府曾指控中国国家支持的黑客 从英国选举监察机构窃取数据 应对议会成员进行监视 德国也最近逮捕了三名涉嫌将军事技术 交给中国情报机构的人 而在美国Dipknot的报道 聚焦于美国众议院中国特币委员会的领导层变动 这可能虚弱国会对抗中国的努力 美国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辞职 他曾是该委员会的主席 该委员会成立时获得了两党支持 但随着其当前授权期即将盗窃 围绕其重新授权的分级浮现 加拉格尔的离开可能进一步削弱 华盛顿对北京的抵制势头 该委员会被视为是在中美紧张关系 升级被剪下的共和党主导常议 加拉格尔致力于推进对华强硬政策 组织了多次听众会 并制定了反中国法案 他的继任者共和党代表约翰·穆朗纳尔 可能无法达到加拉格尔的生产力 这可能阻碍华盛顿对北京的努力 该委员会未来的员会未来的有效性 还受到GOP内部日益加剧的不和 以及11月民主党在众议院生意的潜在影响 此外唐纳德·特朗普的孤立主义 以及他对GOP日益增长的控制 可能影响委员会的运作 这些事件描绘了一个复杂的图景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世界各国 如何应对这一力量之间的互动 从商业竞争到国际间谍活动 再到政治决策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出作用 随住全球局势的不断变化 这些活动将继续塑造未来的国际关系 从欧洲的科技监管到中东的地缘政治 再到一到一打一的足球车场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当代社会 但展示了当代社会的多样性 也揭示了在不同领域中 人们如何应对挑战和机遇 首先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揭示了欧盟对于科技巨头的严格监管 欧盟对于刺劫跳动旗下的TikTok 在法国和西班牙的推出提出了质疑 认为公司未能提供完整的风险评估 这可能违反了该局会的新内容法 欧盟给予了字节跳动24小时的时间 来提交风险评估 否则将面临高达青年收入1%的罚款 或其平均日收入5%的周期性罚款 此外 欧盟计划要求TikTok餐厅器奖励系统 直到安全性能够得到权利评估 这一事件凸显了科技公司 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与监管机构博弈 以及欧盟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坚定历程 在德国之声的报道中 我们转向中东 看到伊朗总统伊布拉辛 赖西访问巴基斯坦 试图在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中寻求支持 赖西的这次三天官方访问 旨在修复这两个穆斯林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 访问的讨论重点将放在边境问题上 两国同意在各自地区内打击恐怖主义 并建立一个监督进展的咨询系统 伊朗还寻求巴基斯坦 在与西方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提供道义和外交支持 然而巴基斯坦历来与伊朗的竞争对手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关系更为密切 这次访问凸显了地缘政治 如何影响国家间的关系 以及穆斯林国家在面对共同挑战 寻求团结的努力 最后从雅虎美国的报道中 我们转向意大利 见证了足球界的一次重要变动 意大利足球传奇人物 2006年世界杯冠军队队长法比奥·卡纳瓦罗 被任命为乌迪内斯足球俱乐部的新教练 卡纳瓦罗接替了鹰球队表现不佳 而被截忽得加不影哀来乔弗 乌迪内斯目前正处于宝级战中 与将棋区的边缘队伍分数相同 卡纳瓦罗将在一场鹰球人场上昏倒 而被暂停的比赛中 首次带领乌迪内斯对阵罗马 这一任命不仅是对卡纳瓦罗 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新挑战 也是乌迪内斯在艰难时期 寻求转变和复兴的一个重要决策 这三个故事从欧洲的科技监管 到中东的地缘政治 再到意大利的足球球场 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在政治 科技还是体育领域 人们都在不断地应对挑战 寻找合作与发展的机会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不同文化和领域中的互动和影响 展现了一个多元而又紧密相连的世界 在最近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全球事件中 中国发布了世界上唯一的高清月球地质突击 日本和美国加强了安全合作 而意大利的2006年世界杯冠军队长 法比奥·卡纳瓦罗则开启了 他在一家的交易声援 这些发展不仅展示了技术进步 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也反映了体育界的新动向 南华早报道这份月球地质图集 是自美国阿波罗计划以来的 首次重大更新 这份中英文对照的地图 提供了最新的科学参考资料 将有助于未来的月球研究和探索 这份地图集有助于研究月球的演化 选择未来月球研究站的站点 利用月球资源 还将帮助科学家更好地理解 地球和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情如火 先自2004年启动月球探测计划以来 中国已向月球发射了多个轨道器 注入器和巡视器 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 这本来报道了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访问美国的成果 这次访问加强了日美联盟 并将双方的双军伙伴关系 提升到了更高的全球层面 岸田和美国总统乔拜登 同意了60多项战略倡议 包括升级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指挥和控制架构 增加防御工业集体之间的合作 建立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等 此来日美首次与菲律宾进行的三边峰会 凸显美国和日本如何 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合作以促进稳定 案件对国会的演讲 传达了日本准备与美国一道 在全球发挥更大作用的信息 体育界也迎来了新的发展 根据美元社的报道 意大利2006年世界杯冠军队长 法比奥·卡纳瓦罗 被任命为一甲俱乐部乌迪内斯的新主教练 这是卡纳瓦罗首次在一甲担任教练 尽管他此前曾在中国和中东指教 乌迪内斯目前正处于降级的边缘 卡纳瓦罗的任务是带领球队走出困境 他将在罗马的比赛中 首次以乌迪内斯教练的身份亮相 这场比赛因球员倒地而被暂停 将于周四恢复 这些事件展示了在科技进步 国际安全合作 人体育竞技等领域的最新发展 从中国的月球地质突击 到日美安全合作的加强 再到卡纳瓦罗在一甲的新起点 这些发展不仅影响住各自领域 也对全球格局产生了影响 在近日的金融市场上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动态 不仅揭示了公司经营策略的变化 还反映了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趋势 从德哥本年要报道的股票市场动态 到Economist对中国红色贵族的深度分析 在当地提示对泰国银行政策的最新消息 这些报道共同绘制出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格局的一部分 首先 在看看The Globe and Mail的报道 The Horizon Communication在第一季度的业绩筹出一切 其股票价格随之上涨 该电信公司在第一季度 竟失去了68年名无限订阅用户 但这一数次远低于预估的10000损失 得益于其灵活的计划和流媒体捆绑优惠 如为Netflix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 Max提供折扣价格 该公司在消费者业务中实现了 自2018年以来最好的第一季度表现 Salesource的股票在公司退出 与数据管理软件公司Informalic的收购谈判后上涨 对场谈判因条款分析而高吹 Dilden Actifor在宣布重组 董事会议抵御利益股东的代理员竞选后 其股票价格已上涨 接触Economist的报道 揭示了中国内部政治的一个重要转变 中国的红色贵族 那些拥有革命血统和特权地位的精英群体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权力逐渐衰退 习近平自己就是红色贵族的一员 但他将其他显赫家族视为 对自己独裁统治的潜在危险 对反对者采取了严厉的行动 这包括坚定前政治局成员 薄熙来和批评习近平的国有房地产公司 前负责任人之强 红色贵族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经济上也遭受了损失 他们在近年中国股市冲创冲中 承担了不成比例的损失份额 最后 明天一时的报道 关注泰国的经济政策 泰国央行副航长 LCRMF3章表示 如果经济前景和结构性挑战发生变化 减少了泰国的长期潜在增长 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将考虑调整货币政策 这一声明是在泰国总理和财政部长 Strader Thabson公开调整央行货币政策之后发表的 央行面临着净息的压力 以帮助经济应对高企的家庭债务和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 这些报道不仅呈现了公司层面的战略调整 还反映了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变迁 从Verizon的策略调整到 Salesworth的Gilda Native World的董事会变动 检视了企业如何应对市场和内部挑战 而从中国的红色贵族权力消退 到泰国央行的政策调整 得揭示了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这些动态共同构成了当前全球经济政治情势的一幅复杂话卷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件的推荐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ixStar Brief抗命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下期见